我們說現在政局持續的在變化 520即將要到了 你會看到有很多的位子已經開始有人出現了 現在傳出說 剛剛從桃園這邊落選的立委曾孕鵬 他現在有可能要接任高雄市的副市長 市府這邊剛剛最新回應是說 目前沒有相關的訊息 但是大家也開始在問了 好像真的開始 這個位子要開始挪一大法了 只是在此之前520到了 美麗島現在有一個最新的 到底蔡英文做得怎麼樣 做這個民調 結果發現了 他的信任度 滿意度 通通會跌破眼鏡 為什麼是跌破眼鏡 因為他在此之前有一個問題是在問說 你覺得現在經濟好不好 65.4%的人覺得經濟不好 可是與此同時 51.4%的人相信蔡總統 52.2%的人滿意蔡總統的執政 大家開始在問 這個錯起來怎麼好像那個邏輯怪怪的 還是說因為總統也比較少看到他親自的講話 或是臉書上的發文也其實也比較少 網絡上面基本上呢 還是很多人聽蔡總統會塑造出一種氛圍或者風向呢 其實在最近網路上討論最夯的是什麼 是這個啦 說苗神跟桶神 因為苗博雅在這個桶神之亂裡面 現在被說是苗喪屍 然後他還趕緊出來說 哎呀我沒有那麼了不起啊 等等等 但其實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網絡上面的風向變化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呢 除了這件事大家在討論之外 還有一件事最近大家也都在討論的 是花蓮 花蓮呢你會看到有一些梗圖 大家開始還說不要捐款給花蓮縣政府 為什麼 這個作家出來說分明 說原因是因為他們亂花一通 這位作家叫李修惠特別表示了 2018年當年的花蓮地震呢 說沒了27億的善款 結果他去查發現氣死了 裡面竟然有100萬被拿去做地震的 紀念裝置藝術 就是這個啦 後來才發現 沒有耶這個好像是民進黨議員張美慧的提案 後來呢 現文化局就趕緊去找這個藝術家來幫忙做的 那這樣子是不是也應該要先搞清楚狀況呢 在這一次的救災過程當中 大家都希望能夠儘快的把所有的人都救到 把所有的人都救下來 好但是呢在今天持續 很多人在現場關注看直播的就是什麼 還是有一些貓 兩隻雞三隻貓還在這天王星大樓裡面受困當中 那現場你會看到有一些的捕籠啊 然後裡面有放一些零食希望能夠讓他們趕緊出來 但是在搶救的過程當中很多人也在講你也必須要注意一下救災人他們的身家安全嘛 昨天這個畫面就在現場上演 給我們一點時間 上去的時間沒有很多 放籠子抓到就下來了 因為貓就在 貓就牠原來住所 現在那是密地空間 誰敢保證 誰敢保證 人命如果萬一有事情的話誰敢保證 垂掉籠子人要沒有進去 你知道危險什麼 有一點狀況 垂掉籠子放在那個平面有什麼樣的危險 我不太理解了 救救你不要去猜除了也停止鬥垢 沒有人幫我猜除 以後誰幫我猜除 我們沒有家 我們已經沒有錢了 好 後面在哭泣 這個是天皇星這棟大樓的主委 他說現在這個縣府願來幫忙猜的時候 你趕快讓牠來處理 我們真的沒有任何的財力心力 再去處理這件事情 可是還是有很多的愛貓人士來到現場 他們想知道是能不能把這一些小動物都救出來 好 不過當中有一個動作 是比較為人所爭議的 原因是因為他在PO文裡面強調 麻煩大家打電話去罵 結果大家就在講了 說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做得太超過了一些 他後來解釋了 說沒有要求要一直停工 只是希望說一次把貓全部救出來 但是貓貓狗狗這件事情 當然大家也都很在意 是毛小孩 只是耽誤到了整個進度 其實在現場工作的 這一些拆除的工人大哥們 他們也都很在意邊拆邊留意 大家也都希望保全任何一個生命 只是說有更多的人也需要照顧 他們可能還有更多需要他們來幫忙的工作 那這些又應該要怎麼說呢 救災這一題大家開始來問 遇到貓貓狗狗真的要小心 原因是因為如果不小心傷到的話 網絡上面會不會又有另一層情緒 其實在這幾年來會發現了 當然啦現在呢 因為我們說這個正風比較是文青風 包括這一次的就職的這個郵票 紀念郵票都可以看到貓貓狗狗 賴清德跟蕭美琴呢 他們一直以來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也常常會看到抱著貓抱著狗 大家都覺得說毛小孩很可愛很棒 但是在人之間你要如何來做選擇呢 譬如那個時候蔡英文 她有領養搜救犬等等 但是呢 當疫情期間她不發一言之語的時候 拜登的狗狗去世的時候 她馬上來留言 大家開始在問 到底對你來說什麼樣比較重要呢 回過頭沒想要請教亮哥了 因為現在網絡上面有很多的調查 有很多的報導 有很多的梗圖 結果最新的這個美麗島 他們所做的最新民調發現了 即便啦 大家都覺得經濟不好 但大家還都是相信蔡總統 怎麼看 沒有 因為國民黨這個會期 我沒有看到國民黨在 對蔡英文的八年來做追究啊 所以你怎麼會知道蔡英文的不好 她也都沒有出現 她從來不開記者會啊 其實討論這個議題沒有意義啦 反正她就躲起來 她也不開記者會啊 那現在大家看到的都是那些爛部長啊 那不就賴清德阻隔啊 所以她都沒有受傷啊 那因為國民黨已經把焦點向前看了嘛 不再往後看去追究蔡英文八年的歷史功過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不稀奇啦 因為再重複重申一次我們輝文兄的名言 賴清德520上台你就開始懷念蔡英文 我看到這個阻隔我真的已經開始懷念了 不好意思 所以真的是嚇人 這個阻隔實在是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新潮流跟聲率占比如此之高 這簡直是 史無前例 史無前例 不可思議 這個苗博雅我真的是 這次是很肯定她 發現她當心靈開導的導師 比她名義代表更濕熱 所以建議她可以考慮轉行 可以當心靈導師 或者可以幫人家操渡 不是操渡 開導 開導 渡化 渡化 哎呀 講得好 渡化 真的表現不錯 事實上苗博雅就是對照吳征 我覺得苗博雅就是比她認真 看得出來 然後一講就講到要害 這個就是從政還是要認真準備 這個吳征作為借鏡 然後苗博雅也找到新出路 我覺得花蓮這個事情 我看的真的是捕煞煞 因為照理講一個地震的救災 或者拆除了大隊 他應該有自己的SOP吧 結果竟然會發生這種 愛貓愛狗愛雞人士 然後跟大樓的主委 在那邊發生衝突 這我坦白講我在美國 在別的國家我真沒見過這種畫面 台灣以前好像也比較沒有 不 因為人家都有他的SOP 是 該怎麼執行 而且拆除一定有實現的 怎麼可能那怪手永遠都在這裡 他也有別的任務 這個如果是縣府聘用的 一定有施工期間 我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有這種事 這個現場好像都沒有人 可以來做施工規則SOP的一個 比較詳細的說明 結果就讓雙邊炒成一團這樣 然後就開始網路對罵這樣 不可思議 就不知道台灣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是不是大家習慣都用網路 對罵解決這樣 這照理講我們任何的行政 或者專業團隊的執行過程 還是要有它的標準 該怎麼做 動物怎麼救 我看這個雞跟貓都很靈活 都已經躲掉了第一時間的地震了 所以我覺得拆除過程 我覺得人家連那個拆除人員 都這樣說了 我們會注意 這樣應該就夠了 它地震都沒事 表示它很靈活對不對 而且坦白講一定有很多人 財務還在裡面 政見在裡面 人家急著拿出來 這個就是現實的狀況 其實講到花蓮 現在大家就要問 是到花蓮這邊 是不是有些事情 馬上到這裡就會變得很藍綠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講到花蓮就會想到 段一康的名言 無法不鄙視花蓮選民 他那個時候 特別在2016年的時候 還講到說 對選情太失望了 說大家都投國民黨 所以沒有辦法不鄙視 來 曉星 其實這個花蓮的善款 大家先回去看 當時善款是有一個委員會 然後呢 也是有監督人的 那監督人是誰呢 是當時的行政院長張善政 所以我相信張善政 他現在是桃園市的市長 那他的操守 大家是非常信任的 他當時在做行政院長的期間 雖然不長 但也遇到了好幾件事情 包含在南部 也有一些災情等等的 他也都是 陸力從工 輕力輕微 也得到大家很大的一個好評 在馬前總統卸任前夕 那他算是當下 那也得到很高聲望的 一個行政院的院長 那在他的監督善款之下 你說裡面會有什麼問題嗎 我個人覺得 如果真的有的話 那就請你舉出實際的案例 比方說像他們所提的說 那為什麼你要做裝置藝術呢 你第一個你先去看看 當時高雄氣爆的時候做了多少裝置藝術 如果你說善款不能做裝置藝術 第一個先看高雄 第二個 這個裝置藝術到底是誰說要的 是民進黨的議員提案說要的 還有某一些像是 比如說要做什麼什麼事情 這些善款要怎麼用 很多也是政府希望說他們能夠怎麼用 那地方他就一起來配合 那所以我覺得因為你去翻過去的事情 然後叫現在大家不要捐還給花蓮 對於那些災民來說 我覺得真的很不妥啊 那些災民他們也很辛苦很多地方要重建 那我又問 未來太魯閣我們要怎麼處理 太魯閣國家公園難道要一直豐原嗎 我們光是要去處理整個太魯閣公園 重新維修之後打開 是要上百億的 那所以我想我們在國會也會支持 要有這樣子的一個預算 好好的來幫助花蓮 不要陷入到這個意識形態裡面 那談到這個蔡英文總統 他的民調很高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只要長期去看 這個細項就會知道 蔡英文怎麼做到的 他就是先顧好自己的基本盤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南部 對他的滿意度 每次都高達七成到八成 沒錯 那其實台中以北可能很多 有的時候三四成而已 大多數人都不滿意 可是只要他常講說 你們都是死中的 只要死中的支持者覺得 我想要的蔡英文都有給我 那基本上就沒有問題 所以為什麼要搞一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然後在整個前瞻的分配上面 光是高雄市就拿了這麼多 因為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他要穩住他自己基本盤之後 就算做得再差 讓大家輿論覺得他再不好 最後加總起來平均值的時候 你看到的結果 欸百分之五十幾啊 好像還不錯 就是他把握了這個效果 那過去馬前總統就是 對大家都很好 就是對南部也很好 對北部也很好 很公平 其實這樣做也很好 有他的一個道理在 可是最後的結果是 像比如說有些軍公教的朋友 就很生氣 然後這個 那你問民進黨的 雖然你給很多這個 在南部縣市很多資源 可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會因為這樣子就比較支持你嗎 從過去的民調看起來好像也沒有 所以才產生這樣子一個差異 所以最後我要講一下 現在的賴清德內閣 真的是老 綠 獨 男 連女性的比例都低到可以 然後除了原本國安團隊 也是用蔡英文的那些人之外 甚至全部都從南部帶來的 就連那個檢察官 都是在南部的時候 就跟賴清德認識 所以這是一個報恩內閣 就過去誰對賴清德有恩的 現在就讓你高升 是 請教輝文哥 彥瑩剛剛提到這個 我們花蓮的張美惠縣議員 他是民進黨現在在花蓮最大咖的 他選過花蓮市長選過立委 最大咖還是伊朗 那他提案這個裝置藝術比 剛剛巧欣講這個數字我來補充一下 我們那時候花了100萬 在高雄花3900萬 這2014年的高雄七八花了3900 我想請問那個插畫家 我是不認識你 你是插什麼畫 他是作家 作家 你說100萬很可惡 那3900萬呢 可惡39倍 我的數學應該沒有問題吧 你看這個影響是什麼 這一次的花蓮大地震 到今天下午3點截止的 花蓮縣政府的專戶 2億6千多萬 他2018的時候收到27億 這個收到目前為止是2億6千多萬 那衛福部有一個專戶 衛福部已經收了6億到昨天收了6億 那就算加上花蓮縣政府的2億多 也不到10億 這到2018的 這不到2018的一半 那為什麼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你說要逼裝置藝術 我也反對弄裝置藝術 弄裝置藝術幹嘛呢 應該把每一分錢都發給災民 去救災才對 可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我跟各位講 這個很不公平 那我來講一下 昨天這個我也很奇怪 因為這個北迴縣 我不知道做了幾次 觀眾朋友 這個是火車 這個路線是火車 它卡到了火車 可是中間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蘇花公路 它這個落石是跳過蘇花公路 撞一道鐵軌來 你們到底在幹嘛 你們不是跟我說台鐵的 台鐵不是已經公司化了嗎 不是說什麼什麼 什麼邊坡都有管控的嗎 怎麼會這個 這是沒有邊車 幸好是這個輕微的這個受傷 它這個落石會跳過蘇花公路 大一道鐵軌來 你現在這 叫我們這北迴縣是怎麼走 蔡總統 蔡總統那天去發電 坐火電機 我們是一般是要 我們剛剛有火車放那麼多而已 怎麼連火車都不安全呢 對不對 然後台鐵還說 我們邊坡 邊坡會 我請問大家 蔡獨格號上次那個不就是邊坡嗎 怎麼這次又是邊坡 怎麼每次都說這個想起的事 就表示說這些東西 其實這個有點在賭命 你地震過那麼多天 還有落石掉下來 已經超過一個禮拜了 他走頭走 火車過就出過了 太危險了 到底在搞什麼鬼 鐵路跟公路 沒有一條是可以走的 我覺得這個政府這些 特別是剛剛提到說 這個只有十分之一的這個 到目前為止 因為那個衛福部的捐款 依照之前的關係都是一個月 他的慣例就是一個月收 可是現在花蓮縣政府才有 只有兩億六千多萬 只有不到上次 觀眾朋友2018跟這個2024 我這樣比我很抱歉 就是說這兩次地震 對花蓮的影響 哪一個比較嚴重 剛剛兩位前輩也提到的 我們太魯閣的國家公園是 無限期的風源 那你還要問我哪一個比較嚴重嗎 是這一次比較嚴重 可是這次的錢收到比較 但是我也不怕得罪人 你說這一次的上款這樣子 跟剛剛講那個作家有沒有影響 有 可是跟傅昆奇的作風有沒有影響 其實也有 但是受苦受難的是 這是我們花蓮的相親 是 我們先進到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來說